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南工业大学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高级办公室合作举办 来自加纳 肯尼亚 南苏丹 巴勒斯坦 埃及 萨摩亚 利比里亚 乌干达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桑吉巴尔 坦桑尼亚 古巴 13个国家的18名外国官员参加了本期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内容涉及中国国情 效情简介 粮食生产环境与安全 中国粮食储藏及流通设施 国家粮食安全与战略 中国粮食仓储技术与应用 储粮害虫与粮食损失 储粮气条与薰蒸杀虫技术 世界粮食生产及加工概论等近20个培训专题 培训语言为英语 本期圆外培训任务是我校2008年以来承担的第17圆外培训任务 累计培训了来自世界各地6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教育 粮食及体育领域的外国官员和技术人员 1. 领导高度重视 前校各部门通力合作 在河南省商务厅的直接正确领导和严格管理下 我校领导对本期培训班高度重视 校党委书记契士军教授 校长张元 常务副校长赵玉玲等校领导 对此次研修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关心 校领导在开班前主持召开学校准备工作会议 审议和修订授课大纲 在四周的时间里多次深入各国学员中间 听取并了解学员对培训班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 学校上下一盘棋 各部门横向通力合作 使得本次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 2. 高质量教材编写 高素质师资队伍 学校根据我校的办学特色 粮食领域的专业特点和资源优势 组织粮食仓储培训专家王电轩教授 王小溪教授 赵仁勇教授 郑学林 吕建华 孙中叶等 拥有海外留学经历 并在粮食专业上从事科研工作多年的 著名专家学者授课 专家和老师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内容丰富精彩 在授课中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中外双方充分互动 真正做到了国际间粮食安全方面的交流 学员对专家教授的授课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国际友情 培训班结束当天 全体学员分别代表自己的国家进行国别报告 为我们后续的合作交流 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赴中央粮食储备仓库考察期间 王电宣教授亲自带队解说 中央粮食储备仓库工作人员带领学员参观 并与各国学员进行了粮食仓储方面的交流 我校还为学员印制了图文并茂的英文教材 并在学员离开时将这些教材内容 全部刻录到光盘中送给学员 以使学员回国后能够及时地温习所学内容 并向所在国汇报 同时也以此形式进行我国粮食仓储技术的广泛传播 作为实现我国援助他国的形式之一 学员对我校的精心组织与筹划 深表肯定和感谢 在我校培训班期间 我们对学员的全部活动进行了全程拍摄 并将照片和各国学员的国别报告 刻入光盘送给学员 留作永久的纪念 三招生与组织接待严谨有序 我校在保证与商务部培训中心的并且联系 保持紧密沟通的同时 积极主动配合驻亚、飞、大洋洲等国家经商参处做好招生工作 做好项目培训简介、实施方案、课程日程安排、参观考察等文字材料 以英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送至各经商参处 尽可能为经商参处提供便利和支持 使他们感受到团队的配合精神 由此也得到了他们对招生工作的热情回应和真诚支持 培训项目组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牢记外事无小事的外事原则 对培训班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周密考虑、预见和精心准备 努力认真做好所有的细节工作 培训班期间 我校安排学员参观了想于海内外的登峰少林寺、交作云台山 开封清明上河园和洛阳龙门石窟 参观了国家知名企业三权食品公司、洛河工业园和雪叶面粉厂 现场考察了中央储备粮库和地方粮食储备库 游览了河南省博物院 郑东新区CBD特区和黄河游览区 学员们为中国的悠久历史文明而叹为观止 领略到了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的魅力 为了使学员更好的感受和融入中国文化 我们每天早上课前五分钟为学员教授汉语 晚上为学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语活动 教授学员唱中文趣味歌曲等 在我校精心组织的欢送外国学员的晚会上 我们邀请到了正在我校进行的为期半年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少林武术培训班的学员 带来武术表演 将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中方为学员呈现了具有中国龙厚传统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 如中国民族舞蹈 玉句连唱等 与学员互动进行加乒乓球 抢凳子游戏等 让学员们亲身互动 笑声振振 热情的志愿者带来了军训题材的雅剧表演 让学员们笑声连连 巴勒斯坦 利比里亚学员的民族歌曲和古巴学员民族舞蹈等节目 精彩的表演将晚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两个培训班的学员进行交流互动 结尾所有的志愿者带来朋友的歌曲 表达了和学员之间深厚的感情 以及对他们的祝福之情 最后参加晚会的全体学员 学生和工作演职等人员 共同欢歌笑语步入舞池 将晚会的气氛烘托到了顶点 4.开班典礼 毕业典礼 1.开班典礼 出席开班典礼的领导有 河南省商务厅外经处副处长于坤明先生 河南省教育厅国际处副处长陈兆武先生 河南省商务厅外经处潘菊芬女士 学校领导及全体教授专家和工作人员 在开班典礼上 领导们分别代表各自的单位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来自埃及的农业工程师 埃米尔·扎哈尔代表全体学员发言 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政府 河南省商务厅及河南工业大学的感激 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来到中国学习的态度和决心 开班典礼上 我校为学员发放了全套英文教材 培训班课程表 学校简介 学习文具 开班典礼结束后 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 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 2. 结业典礼 出席结业典礼的有 商务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朱刘贵先生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雷鸣先生 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助理荣熙海先生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赵玉林先生 外国学员和全体授课教授及工作人员 赵玉林副校长向培训班全体学员 在此期间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 简要介绍了此次培训班的基本概况 希望能够以培训班为契机 继续与发展中国家取得更宽阔的合作和交流 为世界粮食储藏技术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商务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朱刘贵先生 为结业典礼致辞 他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和巩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 中国政府为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人力资源合作开发 截至今日 已有14万多名发展中国家的官员 及管理和技术人员来华参加了研修或培训 随后来自桑吉巴尔的学员安德斯安比嘎先生 代表全体学员发言 他高度评价了此次培训班的组织和实施 表示通过此次培训 不仅使外国学员学习到了粮食仓储方面的知识 而且亲身了解到了中国文化和习俗 他代表学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粮食局 河南工业大学 以及此次培训班中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学生志愿者 为本次培训班所做出的努力与工作表示感谢 结业典礼之后 商务部领导和河南省商务厅领导 为学员颁发商务部结业证书 为学员赠送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礼品 军词 河南多家知名网络报纸等媒体 对此次培训班项目进行了新闻报道 此次培训班在河南省 奶油食品行业引起了高度反响和关注 在商务部有关领导的关心指导 和驻外经商处的大力支持帮助下 本期培训班再一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这里在河南省讨历导 现在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